大家好,我是张大琪 前几天我征求了一下大家的意见 就是OMV6呢 大家想看什么呢 然后就今天发个视频出来吧 完整的OMV6的使用视频 我应该不会做了 后面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 OMV6的Stable出来了 我前一段时间长了一下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感想吧 OMV6相对于5最大的变化 就是从DBAN10升级到了DBAN11 DBAN是OMV的底层系统 OMV是DBAN上的一套管理系统 所以OMV6的所有的特性 它都是来自于DBAN11 本身的升级它并不大 它所有的功能跟5相比 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那在使用中 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体验上的 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UI的变化了 设计语言变了 OMV6它到底有哪些特性 它值得升级吗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 如果你的OMV5现在跑得好好的 就不要升级了 那一方面的升级过程会出现一些Bug 你升级完成之后 OMV运行可能会出现异常 因为我看一下论坛上有一些这样的反馈 那另一方面 OMV的功能它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升级 那所有的OMV6能做的事情 在OMV5上都可以去做 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并不喜欢OMV6的设计语言 这个UI我觉得不如5优雅 那这个视频就不能这么玩事了 对吧 我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觉得应该如何使用NAS 那先给大家说一下我的三台主Linux 他们是一台密环超存 这一台上跑了一些导卡 这是跑了一个共享存储的一个节点 这WebDev就是把这台机器上的一些存储 做成WebDev可以用APP访问 然后这是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我去从网上抓的一些资源 然后NextCloud网盘 数据库 我所有的应用主要用到数据库 如果是MySoccal的 这个数据库里放 然后这个呢 是给我的Transmission加Trigger的 Postgrease是我跑的一些应用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的导航业的一个容器 MongoDB是我的一个Mongo集群的一个节点 我的Mongo是跑的 那个我有我有个爬虫就爬网上的我需要的各种资源 主要是一些BT的资源 我的爬虫 现在应该几百万吧 几百万的数据 我都往这个MongoDB里放 Transmission呢就下载 这是管理 那底下呢都是一些停掉的或者迁移掉的 你比如说这个Delefant还有这个TMM 我现在都在另一台上啊 那这是第一台 然后第二台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这台跑的是安锐的 它是一台我传的机器啊 然后是E31265L 这上面呢就是跑虚拟机和容器栏 虚拟机的话就是跑我就是我自己写的一些服务类的东西 主要就爬虫跟爬虫配合着用 还有一些其他的局网里的服务啊需要用虚拟机的我就会挂在这台上 另外Docker上也跑了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像我的影音服务就跑在这 我这是一个DDS更新的一个容器啊 它会实时的去检测我这边的IP是多少 然后修改我的DDS信息嘛 这样的话我的局网的话我就可以把服务去映射出去 我给我从公网上提供服务用的 这是电子书程的容器 然后下面呢自己做了一个wiki 呃记录一些个人的一些事物用的 然后EMQ消息服务器 然后GitLab是Git服务器啊 大家写单码的应该都用过Git 这是我的局网的一台Git 然后Home Ascent我现在停了我不用这个了 Gelephant影音mongoDB 这是另外一个节点 MongoDition另外一个节点 然后Redis服务 还有咱这个用过这个Sync 类似BT的一个共享服务啊 应该好多人是用过的 我们用的那个神码 就可以把码相关的一些东西拿过来 那第三台呢是也是Android的啊 我在这边主要是跑虚拟机用啊 这个虚拟机呢是我的开发服务 都是我的开发机器 我用来做开发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开个虚拟机 所以这台呢实际上就是一台 当一台电脑来用的 所以这一台实际上就跟 用PVE的话也可以啊 用Android也可以啊 我去测一些东西的时候 或者说我去尝试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在这边来去用啊 比如说装个Mac的虚拟机 跑这个ETH的节点 抛开我的个人需求来说 我觉得一般的用户啊 你们的需求无非就是存储 然后影音图书下载网盘webDAV旁路由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了 对吧一般的用户来说就是这几个功能 那硬件上来说 我觉得一台1900的机器啊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一般用户的绝大部分需求了 那系统上来说 我们一般就关注几个点嘛 一个数据安全传输性能 Doc支持 虚拟机支持 插件 市面上主流的NAS系统呢 基本上就是 OMV Android PVE TrueNAS Linux 发行版 Windows系统 ESX呢 它不算一个NAS系统啊 它是一个纯纯的虚拟机管理系统啊 它没有提供别的功能啊 它就是一个虚拟机管理的 所以你有了这个ESX 你还是需要装其他NAS系统来实现NAS功能的 下面呢我列了个表 就把这几个系统的一些对比啊 就是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维度呢 给大家列出来 然后一些我的评价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的结论呢就是 群晖就非常适合刚刚接触NAS的用户 PVE呢 适合玩虚拟机的 OMV跟TrueNAS呢 适合有一定的Linux基础的用户 另外TrueNAS它需要ECC支持 如果没有ECC内存的话 就非常不建议使用TrueNAS 后面我可能会单独开视频来讨论这个事儿了 那OMV呢可以实现任意其他NAS上可以实现的功能 但是某些功能需要配合命令行来完成 包括出NAS上说的最标志性的ZFS OMV都是可以用的 还有Android的阵量扩展 OMV都是可以实现的 Android适合什么人用呢 我觉得就适合上了贼船的 你现在想下下不来的 那就接着用吧 比如说我有两台装了Android 后面我可能会慢慢的陆续的把它给替换 因为毕竟运行的好好的 我现在去迁移它其实很非事儿的 Windows就适合懒得不想搞Linux用户 但是它可实现的功能真的是少的可怜 甚至都不能称为一台NAS 那就是个共享盘对吧 Linux就适合高级用户 但是我觉得任何人都不适宜直接拿Linux来去做一台NAS来用 除非你只用NAS功能 那就是装个SAM吧 就完事儿了 然后你再装个Docker 但是你其他的需要管理的东西全都命令行 你如果需要Linux自由度的话 你像OMV它本身就是基于Deband 它没有修改任何底层系统上的任意东西 你想用Linux定制一个NAS 那就跟在OMV上去做一些从命令行里 再去安装一些应用啊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没必要直接拿一个纯纯的Linux发行板来做这个事儿 那今天呢主要就是讨论了OMV6是否值得升级 以及大家如何去选择自己的NAS系统啊 然后呢就简单的评论一下 什么人适合用什么系统的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 我对某些NAS系统上的理解可能有一些偏颇啊 这个也是在所难免的 包括之前发视频的时候呢 也不少评论呢也指出我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那我发视频肯定是用我的偏好来去说的 那如果你发视频 你就肯定按你的偏好来去发对吧 我会尽可能的去说出这个系统的缺点 就是说避免大家因为我去使用了某些东西 而你又遇见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啊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总体意思就是我不建议普通用户就跟我们一样去 看见一个系统就尝试一下 或者说你很喜欢这个东西 你能在这个过程中体会体会到快乐 不然的话你只要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 你就用一碗事的 别天天琢磨还有没有更好的 没有必要你要把时间花在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不要天天折腾这些NAS系统 没意义生活中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让我们去做对吧 我们哪怕去读个书看个电影折腾这些命令好像搞得到最后头发都少了 可能有不少朋友看过维修司的视频吧 我不知道他视频里有百分之多少的去维修笔记本的 都是因为自己瞎折腾自己的笔记本导致笔记本出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少折腾吧少折腾 如果大家有什么NAS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可以给我留言 就是后面再发视频呢 我就尽量不要去发一些重复的视频 我说的重复指的是我跟别人重复 那我就是非常不想再发一遍相类似的 这个NAS无论我去搞还是别人去搞 它基本上都是这么一套东西 无论是NAS使用中还是NAS选购 还是NAS系统选择 你都可以去给我留言 我呢就会尽量的去解答你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我不想单独的去开视频 去讲一个功能怎么实现 我大概率不会开个视频去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操作怎么实现 那个真的不如看文档来的快 所以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就给我留言 就完事了 因为我自己可做的素材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这个频道就更新频率应该就会很低嘛 那好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